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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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如何利用Grace Harper 來建立一個VisualArc的自訂窗 那這個自訂窗就是一個百頁窗的這種形式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最後的結果 大概是長這樣 有一個外框 然後中間是百頁 好 那我們直接來打開Grace Harper 來直接製作 好 我們首先來開一個新的檔案 好 我們來這邊開啟一個新的Rhino的專案 那我們使用 minimeter當作我們的專案單位 那我們就打開它 那這是一個空的專案 我們先留下我們要的這個透視的這個角度就好 好 那 在這個Grace Harper這邊呢 我們先放一個bifocal的這個節點 方便大家看我們的節點名稱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在製作這個窗的時候大概有幾個要點 要注意一下 好 那首先呢第一個要點就是 我們的這個窗啊必須都是使用這個XD平面為主 然後呢在下面的中間點都必須在000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的起始點大概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不管是門或窗都是從這個地方 好 那這是大概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 先來製作一下我們的外框 好 首先我們的外框都需要放在這個XD平面上 所以呢我們先左鍵點兩下 然後輸入XD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XD平面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起始坐標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定義 框的寬度跟高度 所以呢我們就利用兩個Slider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左鍵點兩下 那假設我們的寬度先設900好了 所以我們就打900.0 那高度呢我們先設500.0 好 然後我們可以對我們的Slider按右鍵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那例如說這個是寬度Wid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的高度Height 好 那接著呢我們可以用 等一下可以用兩個Box來做我們的框 那我們利用大的Box剪掉小的Box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中間的框 好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來定義一個大的Box 那我們會透過一個叫做 DomainBox DomainBox的這個節點來製作 好 那首先呢我們要告訴它 我們要製作這個DomainBox的坐標 那我們是需要用到這個XD坐標 所以把這個XD接上我們的B 那現在我們坐標就是這個方向 X是這個方向 Y是這個方向 所以呢 X其實就是我們的寬度 那寬度呢我們 因為這邊是中間點 那我們要 如果寬度是900的話 那就是往右450 往左450 所以呢我需要用到一個 我的Domain就是-450到450 所以呢我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ConstructDomain的這個節點 好 那 這個節點呢我等一下會接到X上面 好 那我要定義我的上線跟下線 好 那 那 我可以先把這個 我的寬度先接上來 那目前我這兩個都接900 所以呢我會得到900到900的這個值 那 我希望各式 例如說是這個寬度 A應該是這個寬度乘上-0.5 那B是這個寬度乘上-0.5 那加起來當然就會是剛好900 所以呢我可以對這個A按一下右鍵 那我們在Expression這邊打-0.5乘上X 那X就是我接進來的這個值 那B呢就是0.5乘上X 好 那我的結果就會是-450到450 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有了一個基礎的寬度 好 那有寬度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來製作我們的高度 高度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是0到500就好 好 那0到500呢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值 接到Y上面 那它就會直接得到0到500的這個數值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框 大的框就出來了 那接著呢我們還需要給它一個厚度 所以呢厚度我們先假設是 100好了 100.0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Thickness 好 那厚度呢一樣我們從中間往兩旁長 所以呢我們一樣需要利用到這個Domain 我們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一樣把這個100接上去 那它就會得到-50到50 那我們可以把它接到Z上面 好 那我們的最外圍的這個框就長出來了 接著呢我們要來製作小的框 現在這個大的框已經完成 接著我們要來做一個小的框 那我們就複製這個Domain Box 然後呢我們稍微改變一下它的寬度 跟高度的數值 好那Z不用變 大概只有X跟Y要去改變 好首先我們來定義一個 這個 然後我們把它叫做 呃 框的寬度 就是等一下我要內縮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呢我們等一下 長度其實要剪掉 因為這邊剪一次這邊剪一次 所以我要剪兩次 所以呢我可以利用一個Expression的節點 好那我們把X接上我的 最外圍框的寬度 那這個接上我的 裡面要內縮的寬度 所以呢這個的值就讓它等於 X減掉2乘上Y 好那這個應該是我內框的寬度 那這個寬度呢 一樣我們再把它接上這個 我們的Domain 那它一樣是以中間開始 往旁邊去 分成0.5 0.5 那所以我們把它接上來 好所以裡面的這個 框的寬度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要來定義 小的Box 的高度 那小的Box 的高度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 新的Domain 一樣Construct Domain Construct Domain 好 那我 我的下限呢 其實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 框的這個寬度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接上來 那我的 我的這個 最上面的邊界呢應該是 這個高度再減掉這個寬度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 一個減的節點 那我就把這個 500接到A 這個接到B 這個再接上我的Domain的B 所以呢我就會得到一個 100到400的這個大小 然後把它接上 小的Box 的Y 好 那我就得到了這個 外框 好 那我們可以來試著調整看看這個 大小 好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符合我們要的 那我們先把它調成50好了 看起來比較合理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有大的Box 我們有小的Box 那我們就可以來把它扣掉 那把它扣掉呢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Solid Difference 我們來做這個布林的運算 利用大的減掉小的 好 那我們可以先把 不必要用到的節點 先把預覽關掉 就是說這兩個不想要看的 看到我就按Ctrl Q 把它關掉 那只留下我要看的這個 好 那我們的外框就完成了 接著要來製作我們的 百頁的部分 那百頁的部分呢 我們利用這個內框的中間 到上面這邊的 然後我們來做一條線去做 等分的動作 好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Construct Point 的節點 好 那 首先呢 我們的 下面的這個點呢 就是 會利用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寬度 那我把這個值呢 接到我們的Z 好 我就得到了這個點 好 然後一樣複製一個這個 另外一個點 那這個點呢 就是我們等下 上面要的這個點 這個點呢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小框的這個 Y值 的上緣 所以呢 就是我們剛剛 剪掉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把它 接過來 好 所以我就得到了 這兩個點 那接著呢 我可以利用 一條線 把這兩個點 接起來 所以呢 我就直接打LN 那 A點接到下面的點 那我們就做出了這條線 那 有了這條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等分這條線 那我們會用到 Divide Curve 好 那我把我的線接過來 那N呢 等一下我可以定義 我要把它做幾等份 好 我們等一下想要利用一個變數 讓使用者可以自由的去調整 百頁的數量 那我們可以左鍵點兩下 然後打5 點點20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等一下會產生一個slider 然後它的下線是5 上線是20 好 我就直接打Enter 那假設呢 我先把5 接到這個等分數來看 那我可以先把其他的預覽關掉 好 那我接5的話呢 實際上是得到了 123456 6個點 那 這個5其實是5等分 所以是5個空格的 是12345 可是呢 我希望讓這個值 應該是我的百頁的數量 那也就是說 假設我想要5個百頁的話 那我就要做6等分 所以呢我應該把這個值 加1 所以呢 我可以在這邊 這個N上面按右鍵 在expression上面打 x加1 好 那 所以呢我現在就會中間就會有 1 2 3 4 5 OK 中間就有5個點 那前後這兩個點我不要 所以我等一下會把它扣掉 好 那扣掉的這個接點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 call call index 這個 好 那我們可以先把 我們所有的點先接到 L上面 然後 i呢就是輸入我們需要 把它扣掉的點 那 第一個點跟最後點是我們要扣掉的 所以呢我們就 呃 第一個點當然其實的 index 就是0 那最後一個點呢 我們可以給它-1 所以呢我們可以 點兩下 然後給它一個雙引號 然後我就打 Enter 然後呢接著我們來輸入 0 Enter -1 好 那這樣我就得到了0跟-1 這兩個 然後記得要按右鍵給它一個 Multiline data 也就是說這樣才會是兩個值 不然剛剛就只是一個 純粹的Stream而已 所以我把它接過來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好 現在就只剩下中間的點 前後被我扣掉了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點 來長出我們的百頁 那我們一樣會需要用到這個 Domain Box的節點 所以呢我們來複製一個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 我們等一下會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百頁 讓它平躺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我們的 坐標軸呢可以改成XY坐標 那 要用成XY坐標其實很簡單 我其實只要 預設就是把這個點接進來之後 它就會給它XY坐標 所以我可以先把這個點接過來 好 然後我們可以先打開一下預覽 好 那因為我的其他值還沒改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只有寬度是對的 那其他的值還要改 好 那首先那個Y呢 現在就是XY方向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XY方向其實就是我原本 寬的這個厚度的部分 那厚度的部分就是 原本這邊的Z值 所以我可以把它接到 我的Y上面來 好 那看起來我的 這個方向的值就對了 那最後呢只剩下這個 百頁的 每一片的這個高度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們又要再定一個新的變數 就是百頁的高度 那我們給它 先給它1公分好了 所以呢就是10.0 好然後給它這個叫做Loover Height 好然後呢我們 一樣就是要 如果是10公分 1公分的話呢就是往上0.5 往下 往下0.5 所以呢我們利用剛剛這個Domain 把它接過來 那最後再把這個值呢 接到我們的Z上面 好那我們就得到了這個百頁 那我們可以來試著調整看看 例如說這個 這個改一下名字就叫 Loover Count 好我們來試著改變這個值看看 好它就會得到不同的值 那這個厚度我們也可以調整看看 好應該都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要來旋轉我們的百頁 那旋轉百頁的方式呢 這個是我們的百頁 那我們就利用一個Rotate 這個RotateAxis的這個節點 那我們要旋轉的物件就是我們的百頁 所以把它接上來 然後呢這個角度我們等一下再設 那我們的旋轉軸呢 其實就是每一片的這個 我們每一片的 以每一片當作轉軸 然後 以這個方向就是我們的旋轉軸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剛剛得到的這些點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叫做Line SDL 好 那簡單來說呢透過一個點 然後跟方向還有長度 我可以定義一條線 好那點呢當然就是我們剛剛 這個長出這個百頁的這個點 那方向呢我們讓它定義為X軸 所以我就直接打一個X 得到這個單位的X向量 那L呢不給它預設值就是E 好那我現在有一個E的這條線 然後把這條線當作我的旋轉軸接上來 好 好 那目前呢我可以先把這個預覽關掉 好 那它預設的旋轉軸呢是0.5拍 也就是轉90度的意思 那90度呢所以它全部就關起來 那有可能會有重疊的問題 沒關係我們先不管它 那我們希望讓我們的使用者呢 可以去調整一個值 那這個值呢我們希望讓它是透過 0到1之間去控制它 然後當0的時候就是不旋轉 這個值是0 然後當1的時候呢讓它轉就是90度 也就是0.5層拍 我們來定義一個0到1之間的變數 所以呢我們就打0.1.0 好那我們等一下透過這個值呢 來控制我們這個百頁的角度 那我們給它叫做Aperture 好然後給它一個百分比 好然後給它一個百分比 那等一下呢我們丟到這個Vidual Arc的時候呢 讓它可以去控制這個百分比 好然後我們要把這個0到1.0之間的這個值呢 把它轉成0到0.5拍 好所以呢我們利用一個remap的節點 那這個值呢等一下就是我要拿來控制 那我的source呢就是 0到1的值嘛 然後我要把它轉成0到0.5 所以呢我可以直接 這邊給它一個 0.5 好 所以這邊就會得到0到0.5 然後 簡單說source就是我輸入的值 那我會從0到1轉成0到0.5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的結果 比如說我是0的時候現在當然就是0 然後呢當我是0.1的時候 跟1的時候就是0.5 那中間當然它就會自己等分 好 然後把這個值呢再接上一個pi 就是我們的旋轉角 好 那最後這個張就是我們要旋轉的值 把它接上旋轉軸A 好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邊來控制 0的時候當然就是平的 然後到1的時候就會變成完全垂直 好 那 那因為完全垂直可能會有重疊的問題 所以呢我們讓它 例如說最大值讓它到0.8就好 所以呢我們可以按右鍵來Edit 那我們的Max讓它 0.8就好 好 我們就限制了它的大小 最大到0.8 好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控制百頁的數量 跟這個百頁的厚度 最後呢我們要來定義我們輸出的結果 那我們輸出的結果 大概就是以模型來說 就是有外框跟百頁 好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一個BRAP的節點 把它接上來 這個預覽把它關掉 然後呢給它按右鍵 改一下名字 這個就是我們的外框Frame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百頁嘛 一樣我們利用一個BRAP的節點把它接上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Rover 那這個預覽關掉 好 那除了這兩個實體的模型之外呢 我們其實還要定義一個就是 我們的開孔的大小 好 那開孔的大小其實只要給它一個 只要給它一條線就好 那它會自己做投影去開孔 好 那這個曲線的大小呢 其實我們前面已經定義了 就是我們這個外框的範圍 所以呢我們給它一個Rectangle 好 然後一樣我們是用XZ平面 那我們大小剛好就是外框的範圍 所以我把它接X 然後呢我們的高度呢就是這個 接過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開孔的大小 然後呢我們最後接上一個Curve的節點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把它叫做Profile 就是我的開孔的大小 就是我的開孔的大小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三個Output 那我們可以先來存檔 我存在桌面 這個叫做 Jealousy Window 好 傳檔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掉我們的Grace Hopper 然後呢我們來開一個新的專案來測試 我們開一個VisualArc的專案 那我們選公分 好那我們先隨便畫一道牆 然後我們到3D來看一下 好這是我們的牆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放我們的窗 那在放之前呢 我們必須先把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窗 先把它import進來 那我們可以先到窗的這個 Windows Style 先把它打開按右鍵 好然後呢我們這邊可以New一個Style 那我們選擇Grace Hopper Style 然後我們就去找到剛剛存檔的這個檔案 這個Jalaxy Window 那點進來之後我就按Next 那這個名稱呢我們就讓它叫做Jalaxy Window 然後我們剛剛原始在做的時候是Millimeter 所以呢這個要選擇Millimeter 然後呢我的開孔的 節點呢就是我們剛剛最後設這個Profile的地方 所以我必須把它指定Profile 下一步 那接著呢就是我們的兩個模型物件 一個是Frame 一個是我們的百頁 那就 我們就讓它是Model的物件就好 那下一步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來定義我們的一些變數 比如說這個是我們要讓這個百頁旋轉 的這個值 那這個值呢我們讓它是一個百分比 0-1那就是0-100% 那這個值呢它這邊其實有這個 Editable By 其實它有三種的定義 所以Definition簡單來說就是 反正我的Grace Harper是什麼值 它就是什麼值是不能改的 那Style呢就是有點像是類型 它會跟著類型跑 那Object就是每一個物件你可以給它設不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讓它每一個窗戶可以有不一樣的旋轉角 所以讓它是個Object 然後看預設值呢可能就是 最大值這個80% 然後其他的呢都讓它跟著 讓它是我的Style 好所以就不用動 然後確認一下每一個都是這個Lens 然後這個 這個是百頁的數量 這個是Integer 其他應該都是我們的長度 那就按 Finish 好 那就OK 那好了之後呢我們就來插入看看 我們就選擇這個Window 然後 在Style這邊呢 我們來選到我們剛剛產生的這個Jealousy window 先點一下 然後接著呢設定我的開窗的位置 也就是說往這邊開 好 好 那 預設呢它是 窗戶它給它這個木頭顏色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改一下 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個Window Style這邊 然後這個 Jealousy window 的這個attribute這邊 Material我們給它Steel 好這樣看起來顏色就比較正常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Window有哪些東西可以調整 那 這邊有個Apperture 好我們來試著調調看 譬如說給它0 好它就變成水平的 然後 然後 給它 這個 50 好它就往上大概45度的角度 好 然後呢我們也可以試著來調整看看 我們的百頁的數量 百頁的數量 因為它是我們剛剛把它稱成Style 所以呢我們必須回到這個Window Style去調整它 那在這個jealousy裡面呢 數量 現在是10 那例如說我們把它減少變成5 Apply OK 好 這個百頁的數量就減少了 好我們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來產生自定義的參數物件 其他的參數物件其實也是可以透過同樣的方法來製作 那未來我們也會推出其他的影片來教各位如何製作其他的參數物件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